有關於高中教綱的修正 也引起了社會一些爭議 但是之所以引起這種爭議呢 其實從廣泛的意義來看 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教育本來就是屬於意識形態再生產的一個部門 因此它必然是充分體現執政者的意志 它是一個屬於State Building Project 就是說你到底要建構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是什麼樣貌 要體現領導人的意志 到今天再來提這個教綱的修正 也導致社會上多了很多不必要的雜音 事實上呢我認為呢 馬英九先生呢可能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因為在他08年取得大會之後呢 應該是一個他的聲望最高 那然後呢也是最恰當的時機呢 他來修改 但是他一直拖 拖到今天他在聲望較低的時候 才來修改教綱呢 那必然呢很多人呢就要借這個機會來作亂 江林部長 他直接在這個教綱問題上提出來 就是說這一次並不是像綠營所攻擊的一樣 是所謂的去台灣化 而是去日本化去殖民化 那我想這一點呢 我們應該給他一點掌聲 這個也點出這個問題的本質 這一些台獨派的朋友在攻擊的時候 喪失的依據 目前就只能在程序問題上挑戰顯示 這一次的克剛維條 我們看到媒體有很多人講不清楚 甚至於造成舞會維條 原來是九八克剛 九八克剛呢就是民國九十八年 在馬英九九八年 這個當選總統之後 把兩顆拉下來了 這個果文跟著歷史 所以九八克剛實施到現在 其他的通通都實施了 九八克剛實施到現在呢 其實已經有了三年 也就是高中三年實施過了 根據教育部的網立 三年實施完之後 有所檢討 有這個教學現場的檢討 然後要維條 所以呢 數學跟到自然科 已經維條過了 那麼第二批呢 是果文跟到社會科 然後還有第三批還在後面 什麼保健的 什麼體育醫院什麼東西的 那個還在後面 所以不是在外界講的 尤其不是向民進黨攻擊的 是故意沒有辭職完就要來調整 這是一例 已經實施了三年 但是這裡有兩個例外 就是拉下來的 國文跟到歷史 是不到三年 只有一年半的時間 因為國文跟歷史 一直到民國 那麼一零一年才實施的 才有新的課章 所以這一次的維條 很坦白講 國文幾乎是沒有條 只剪了幾個錯字 叫對了一下 國文幾乎沒有條 因為已經修訂過了 真正的條的是什麼呢 是公民跟弟弟 公民跟弟弟的內容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它完全是九八課章 李登當於陳水扁時代的 一邊一國 它把兩岸的定位 變成兩國化 所以我們把它調回 根據的這個憲法 現行憲法的修訂條文 我們把它 這個 兩國化的敘述 我們把它變成兩區化 那麼所以所謂的 中國後面加大陸 不是在歷史客綱 歷史客綱沒有這個問題 是地理客綱跟到公民客綱 那麼歷史客綱 這是為什麼超過國文客綱 調那麼多 因為我們在客綱的描述 都只能是很簡 把一些要寫的事物 這個要求寫下去 然後在這裡有一個所謂的 一綱多本 一綱多本就是要 教育部的課章是統一的 然後各個出版社以及各個不同的編寫的人不同 所以我們在像課章裡面 我們提到 衛安婦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應該知道 我們提衛安婦是怎麼意思 當然是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和暴政 結果後來因為一綱多本 所以課本裡面居然出現 說是也有台灣婦女 自願去海外從事慰安工作 我老天哪 誰矮化台灣人民 誰吵掛台灣人民 台灣人自願去海外從事慰安工作 所以說這種觀點 安培晉山就是這種看法 說法 那這個完全是日本的皇民使館 你像譬如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加了一個被迫從事慰安婦 我們調成這個樣子 那你就不能講說這個自願 沒有規範它就斷寫 而且原來98克剛 我們調整過以後變成101克剛 已經去這個違憲了 已經去這個皇民使館了 但是98克剛的委員 結果又通通跑到課本審查委員會去了 所以這樣子的課本 結果在教育部還通過 最後不瞞講是我們鬧 然後蔣偉林 臨時把通過的這個課本拉下來 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所以命死克剛 我們是根據著這個台灣人民的主體性 予以補強 他們說我們矮化這個台灣 我們其實後來 我們把原來不是很清楚 而是開花細數的台灣人民 也有參加國民革命抗戰 光復台灣 但是課本都跟你寫的不清不楚 所以我們這一次清清楚楚的寫出來 誰參加新中會 誰參加同盟會 誰參加這個329 誰參加這個抗戰 我們寫出來 我們這些編寫教科書的一些 所謂的台灣專家 他們連這些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陳光明講 說我們台灣人跟到這個大陸 不相關我們全部缺席 其實台灣人有參加新中會的 有參加同盟會的 還有去想要暗殺這個什麼 袁石凱不成的 然後還有參加北伐的 參加北伐犧牲的 是上一屆的抗日協進會的理事長 這個林光輝的主婦林祖密 還被打死 還有參加抗戰的 而且我還可以跟大家報告 還有參加兩萬五千里長生的 還有參加紀查魯這個游擊隊的 而且還有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 還有他的主婦是參加中華民國的開國大典的 都有 所以在這裡 我們這一次的歷史課綱 我們不得不予以補強 所以我一再地呼籲這些台族的朋友們 不要只是欺負那一些教育部的職員 教育部的職員啥也不知道 這個課綱是王小波 這個當召集人調的 有問題找王小波算帳 我願意公開辯論 那麼這個情況 我先跟大家